加州DMV 6月21日宣布 在疫情期间更新驾照的民众 将可以免费升级至全真驾照Real ID 这项优惠预计在今年底终止 持有驾照的民众必须本人到DMV办公室申请升级全真驾照 申请人必须提供有效的社会安全码 身份证明和两份居住证明等合格文件 可以登陆dmv.ca.gov Real ID Upgrade 上传电子版证明文件以及提前预约 然后携带确认码和文件到DMV办公室办理 最快可在10分钟以内办完申请手续 加州DMV预计在2020年3月至2021年7月期间 将有约570万名合格申请者有机会获得Real ID 根据政府规定自2023年5月3日开始 美国国土安全部将要求民众必须持有有效护照 Real ID或身份证 才能在美国境内打击和进入戒备森严的联邦机构和军事基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任何工作既然有救任也会有离任,这是很正常的。 我只要在这岗位上一天,就应该有一天的担当,做好每天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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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